为在公正楼上头的旧西雷本教办公听书 已经完成贴族作业 要在原地来中间 今天一期训练电力由婚姻管党党来先主持 也要赶西雷好行共太平马以赶祝好 希望工厅一切顺利 当然也希望新办公听书 六成以后 可以提供警察当前有更加好的办公困境 在我们县长的大力支持下 还有议会的支持下 总经费两亿六千多万 建平地上四层 地下一层一千五百多平 那我们非常感谢会有我们地区的议员 还有我们金友会等等的地方的师生的支持 那今天的动土典礼 能圆满顺遂 我也希望说动土能这个期间 大家平安顺遂把这个我们的心得分局 把它落成启用 现在的警察当前有这个业务是真的多 原本的听声也因为劳工 没法复合现在的业务输求 所以经贵民意代表 警察当前的业务欢迎 关乎时来变得经贵在原本的所在 新建新的办公听下 我们新罗分局因为整个原来的办公听设 老旧不堪 那同时他们也兼聚了很多的这些办公的业务 我们在108年经过我们新罗分局的一个陈情 那我们希望将新罗分局独立的 这个办公听设的一个兴设 那符合所有的这些专业办案 所有乡亲的一个需求 那也预计在112年的12月来完工 未来有了这些新的听声 可以让警察当年有最好的办公环境 加强政府的机动心 相信还会会提醒 让我们的品质和效率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办公听设的完善 那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呢 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 来专心上班 甚至也提高所有的工作效率 我们云林县警察局 我们的税后分局的远景 在这么好的条件之下 要更加的付出 更加的为我们的云林县 我们的民众来服务 来做好我们的治安跟交通 还有富有安全的工作 谢谢 在10天的这段期间 民众如果有需求要到分局 请到3个公平交友论临时听声 来办理相关的业务 新的听声也已经在12年12月来完工 到时就会再来提供民众素食的办公环境 记者 胡温馨 蔡宏堡